珍贵的名表是不少男人的梦想 不过近期随着疫情过后 名表工厂的产能恢复稳定 供货正常 不止市场产能过剩 连带已让二手市场的价格不利炒作 价格上双双呈现崩盘 价高的时候我们这次可以卖到30万 现在你表况差一点 它还有维持在16万 用还有两个字来形容 劳力11 6 233保值下跌 似乎有点保守 毕竟这个亏的15万终究还是为数可观 在二手名表市场下跌的情况 收藏家们只能苦中作乐 这两只基本上都是属于收藏品 我都不会去使用它 一整桌的劳力士豪表是男人的梦想 虽然只有两只手腕 却想一只只收藏 不过其实二手豪表们正进入价格低点 像是迷人的绿色表圈 劳力士绿水鬼 停产后二手市场一度来到90万 目前瞬间回到50万 还有质感的白色表面 二手市场更是飙到150万 现在也急速掉到只剩百万 除了中国人不试货 对豪表的热情不在 还有疫情过后 制表工厂陆续到位 手表产量供货恢复稳定 加上虚拟货币行情崩跌 让万表二手市场价格炒作降低 另外也由于过去豪表出的表径 经常超过43mini 不符合现代普遍人的手腕偏小 导致部分大豪表价格下滑 二手市场的价格是有稍微下跌 但并不是说前面都下跌 是有一些抄价太多的 它有一些回来 不过不止二手崩盘 豪表市场也很惨 两年来跌幅百分之三十二点九 一年来也跌落百分之十二点九 如果需求没有回问 恐怕人会持续探底 专家分析纵使市场下跌 也不要买抄价太多的豪表 只要还有点手腕 还是能进场收藏 豪表一手掌握享受奢华 还是不错 记者罗伦鲁和人凯 台北厂报道